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个很恶心的消息 目前被判了42年的这个博士 不是,这个博士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房间 他从去年8月开始就在Navo运营了标题为 我是求聚彬的blog 而最近一次发的贴文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发的贴文内容 审判结束了,被判了42年 这是我要承受的重量 很痛快吧 但是等一下 痛快也好,嘲讽也好,都可以 但是真的能理解吗? 真的觉得这些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吗? 没有,非常有问题 真的是非常有问题 我知道我说这种话的话 你们会觉得很可恨 但是我不只想要否认我的罪 只是想要告诉你们真正的错误在哪里 所以相信我,放下质疑 站在中立的位置 再念下去的话,大家真的会 所以他想说的重点就是 我说这些对我没有好处 只是觉得很冤枉 这是社会制度的错误 我想要纠正社会制度 但是这个判决是被舆论带风向的舆论判决 他在说什么 语气也很恶心 到现在也好像是觉得自己变成了什么一样 对,是这个社会错了 你应该要死心 要不然就是要被判420年 才判了42年 冤枉那就去死吧 果然这世界上是没有真正反省的犯罪者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监狱的他是怎么样经营blog的呢? 根据韩国法务部发表 这个blog是由他的爸爸在经营 那个爹的那个崽子 恶心 孩子是犯罪者 个人资料都公开去监狱了 应该要感到丢脸 安静的待着的 可能他是提供生活费的人吧 要不然怎么可能 调查的话会出现点什么的 然后昨天 Nable发出声明表示 下架了求聚病的blog 然后在同一天 求聚病的IG也被下架了 对于他的不要脸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2月4号 发表首张个人专机的NCTMark 主打哥Chide一公开 就在全世界14个地区拿下了一位 而Redweb成员耶利 也在自己的IG现实动态 上传了马可的歌并留言 马可呀好帅都长大了 没过多久 马可转发这个现实动态后留言 我本来就比你狗 之前在一个综艺节目 耶利说过 马可刚到SM的时候 身高就到我腰这边 这时候马可慌张地回复 不是 为什么 腰的话不就是个小狗 他们两个人都是99年出生 好可爱 还以为是姐姐呢 可可 腰的话不就是个小狗 仿佛能听到马可的声音 两个人都太可爱了 不是 可可 马可用留言挡住 耶利留言的部分也太好笑了 耶利从小就开始了练习生 所以把比自己宛入社的 同龄朋友们 都当成是小孩子来看 话说回来 猜的这首歌真的是很时髦 很好听 还没听过的人 真的非常推荐去听听看 接下来我们来猜一下 最近非常火的韩剧 齐根武里哈哥们演员们的 实际年龄 首先是高中生混混老大 村面玩 1988年出生 今年35岁 全校第二名学霸 Junior 1994年出生 29岁 自私怕死的富二代 一男人 1994年出生 29岁 男主的好朋友 Tesu 1994年出生 29岁 社建部高三学生 Chan Ali 1995年出生 28岁 霸灵受害者 1995年出生 28岁 男主的 Sidang 03年出生 20岁 03年出生 太多冰冷的同学 Kim Ji Min 03年出生 20岁 女主的志姬 Isa 04年出生 19岁 未婚怀孕的女学生 Pakissu 04年出生 19岁 所以大家有没有被年龄吓到的演员呢 好的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 对了 生日快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